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轮比赛 对阵的双方是四川的王岳飞对河北的赵电宇 这个尤大师应该很熟悉了 对 赵电宇是我们河北队的年轻小将 王岳飞好像也曾经在河北训练 对 那么双方是以飞向的右视角炮开局 进一平二 这个进程也是非常的常见 平方对居 58平九 22平四 下到这儿 以往的下法有马尔进三 比较常见 还有曾经走兵三进一的 兵三进一这招棋 主要是他想诱使你对兵 如果一个足齐进一对兵 他居八进一 采取这种先进后取 因为这个区 洪方认为在这条线 找不到好的落点 所以他总想把这条区 走到一个更加广阔的战场 这个也是一种思路 但是常见的还是马尔进三 比较稳正 那么这盘棋 王岳飞居八进一 直接就拐着弯着出来了 这招棋也比较少见 我想王岳飞可能是想考验一下 小将赵电宇的应变能力 赵电宇这个棋手 也是去年个人赛中 成绩非常的好 才17岁 第一次打全国个人赛 就进入到了前八名 那很厉害 进入到决赛 非常厉害 那么这盘棋下到这儿 刚才咱们说了这个变化了 红方 兵三进一 黑方弱 对阻 那么巨八进一 那么现在这招棋 王岳飞先走的巨八进一 而黑方 实际过去棋手 恐怕因为不愿意让红方 通过对三兵来开通车路 所以一般可能会先跳反 这样 今后捕号 十项在待机而动 那么这盘棋 赵电宇走了一个足七 实际也给王岳飞一个选择 就是可以还原成 还原成刚才冰三进一那个变化 当然这个变化 黑方也是 双方都是可战的局面 只能说这招棋给了红方一个选择 而王岳飞可能也出于某种考虑 没有选择冰三进一的招法 走的是 巨八平四 巨八平四 但是我感觉 如果是我恐怕要走冰三进一了 那你要发挥这个巨八进一的作用 它这样弯弯绕出来 感觉速度上挺吃亏的 但是话说回来了 如果王岳飞要是想跟他走成这个局面的话 他可能刚才就直接冰三进一了 那你对冰我再巨八进一 所以有时候这个对局心理吧 也是很奇怪的 也许王岳飞像尤大师说的 想考验一下这个年轻骑手 因为这个也是有人走过的 王岳飞想 我有人走过我就不走了 我找一些没人走过的迹象 看看你的应变 他不想跟小将走那种太开放的 他想先暂时 先暂时把局面松击住 把子力都出来 然后我振行好 靠自己的身后的功力 来一点一点熬这个棋 但是总感觉他棋的出局 有点过于迂回了 那么赵连爷还是很稳正 这个阵型结构恐怕也是王岳飞想达到的一个 也比较常见 不是出局 他这条线也就是说 当时他没有选择从三路出局的选择 可能就是想留给自己的右局 这是他的一个布局构思 但是就是左局太迂回了 小赵先把自己的两个马走活 那么小赵也很明白 王岳飞也是一个很有实力的特级大师 曾经也在多年在河北训练 对河北队的各种阵法 非常的了解 所以也不敢轻易的去冒进 所以先把阵型 稳住阵脚 对 现在阵型黑方很好看 这个叫单体马 单体马还有一个名称叫七宝连树 这个名称主要形容它就是子子有根 非常的巩固 唯一的弱点是中路比较薄弱 只有一匹马 但是呢 这是视像 对 它没有中炮 所以单体马还是比较理想的这个阵型 红方 冲击 下到这 随方跳马 这招棋很直接 准备炮8平6就要得子了 对 红方虽然双居在河头 但是好像有点略显局促了 也就是说刚才它这一套出子 是不是值得探讨 还是恐怕有点问题的 那么 这是聚三件 维一的招法 继续渗透一下 爬8平6 这个步点黑方走的还是比较舒服的 子力联系性都比较紧密 聚三平4 下一步呢 实战中走的是马六近4 这个小将呢 就是直接越马又对了 但实际上这个棋呢 应该下到这儿 感觉上是黑方挺满意的一个局 红方显得略有局促 双居站位 居不利显地嘛 现在这个位置就挺显的 所以呢 红方实际 黑方实际现在有一个 可能继续纠缠的下法 就不对子先进居 先把这个居躲开 那这样一来呢 红方这两个居 哪个居都不敢吃 黑方喝口吧 对 而且不但不敢吃 黑方还暗藏了一招 炮死锦衣 炮死锦衣 这个你不吃也不行 我要打你了 而且它厉害在哪 这居还吊着炮 你说现在要跑 你只能跑这个居 但是你跑这个居 马没人保护了 对 所以这个棋先点一下 如果它退炮打 我再退二 就像你炮退了一步 这个马进后又 可能有点小问题 而且呢 还有炮死锦衣 那红方只好把 如果你躲居 它可能 这是抢了一步棋 它先抢一步 抓一步炮 如果你再说我再起来的话 那它可能这时候回去刊 或者再掌居刊 这样呢 红方好像一无所获 而且 好像黑方抢了一些 抢了一些 对 而且它退居也好 你这居等于还不敢吃中兵 这是老有打马得子的手段 所以这个企业 如果你再回来 不是它退居 你再回来 它哪里再按实战这么下的话 它多出了一步居 多出了一步居 这跟以后的变化 恐怕都截然不同了 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可能 没有想这么多吧 反正感觉上 应该是有这个变化 看来小将 有点急躁 还是有点急躁 想急于简化局面 恐怕也有想立功吧 因为这个期 开局恐怕从步调来 可他也很明白 这红居太迂回了 速度上 应该黑方已经不错了 有点反鲜的那个味道 所以他呢 可能有点急躁了 那么王爷会吃掉 交换 弄掉 吃掉 那么这时候走了一个G9平7 G9平7而不是G9平8 我想的想的更多的是什么呢 他现在黑方的想法是 我阵型巩固 双炮 瞄着你的势 这个是很厉害的 因为他随时都有可能打马打势 甚至可能气炮打势 再把这势打了都有可能 先打你 等我再打 你要敢吃我一压 下招绝杀了 对 这个都有可能的 所以说他的思想就是打势 那么打势呢 他就想 洪方你敢补势吗 如果你补势的话 你补这个不行吧 我一捉马死了 补这个更不行了 补这个是一个 很危险 大家要看 这个等于送杀 这是俩人配合 俩人配合 吃了僵死了 上将就没法下了 是吧 所以说他走到这的目的 而不是走这 他就是想希望 逼着你 你不能补势 看你怎么动 你不补势 我今后老保留着打势 我双区战位这么好 今后二路一点 一打势 这个棋 我恐怕速胜了 看来这个局面 现在对王岳飞 是一个考验了 压力很大 他需要好好的 来盘算一下 如果要是防御 肯定是被动 以他王岳飞的风格 是不合适的 王岳飞也是一个 力量型选手 他这招棋 也给我们大家提供了 一个很好的突破思路 进冰 很明显 不能吃 如果你吃的话 他泡七斤二 马上就出问题了 将来泡点风气 这个好像不太好硬了 瞄着温宫 但如果你要是拱掉 他有一个泡打底相 好像可以先吃一个 这样的话 少个相 还是有一定的顾虑 所以 这个棋进居 那么 这个棋 确实 马上就要得子 赶紧 马斯坚跳出来 那么小江终于得到了打试的机会 这是他如愿以偿 终于打着试了 虚谋已久了 那么王岳飞一看 这打试肯定 王岳飞早就预算到了 他的目的就是 你打试不要紧 你只要把俩拘都过来就行 先把你堵在外边 那么他打完试的炮得出去 不能就在这 要下一招知识炮丢了 他呢 腾挪一下 腾挪 小江的计算也是非常的清晰 炮进二 这个实战呢 当时是走的是炮退一 实际这个棋可以再打一试 再打试呢 你不敢吃 如果你吃呢 黑方砍马 飞掉之后 杀向持狙 纳红的崩溃了 那么这个时候 红方可能会摆中炮 那么黑的再平炮 这样形成一个对攻局面 红方少俩事 但是子力位置还不错 双方这战斗也是很激烈 但是实战中呢 小江下的还是比较稳健 但是感觉上可能还是 他觉得这边已经很好了 炮四推一 可以把这项也破掉 但是可能打试这招更简洁 更给红方更大的压力 那么这个时候呢 红方平均并不怕吃 吃我上架 你那局出不来 炮丢了 所以这个棋 黑方先拱 得实惠了 对 摆中炮 吃炮呢 退炮 完了这个时候补一手 虽然现在黑方吃了 对方的这个事项啊 但是呢 红方的站位太好 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攻势 那么黑方也不想 就是这边 鞠炮在这下折腾 赶紧跳马 要增援 增援了 因为这边的鞠炮 暂时被封死了 对 金炮一打 充足 准备对这中炮 也有一些威胁 那么红方也很明显 我不能让你威胁到我的红炮 这是我的攻击的这个砝码 对 那么杀 老师 再退居 退居 这一系列变化 好像呢 黑方占了很大的物质优势 但是红方实际已经暗暗的 有他的蓄谋了 杀相 杀相 这个棋 红方的子力也很集中 对 也是很可怕的 对 那么双方就看拼这计算力了 平局 持 进局 准备杀忠实 杀棋 这个棋非常厉害 那么唯一的一招 只有退马 那么下到这儿呢 可能前面的战斗 双方都很激烈 那么走到这儿 可能时间原因吧 王特大有所误算 可能忽略了一个变化 那么实战中走的是炮九平六 实际这个棋 炮九平五就赢了 炮九平五 如果你现在打相不行 你踩炮可不行 直接杀死了 如果你掌鞠 它有一个限鞠 鞠先离开险地 你得躲 你无论怎么躲 踏马三将 下一招进马 眼看着 黑方没有办法 看着绝杀 对 那你只有棋鞠砍 那这个棋马上就不行 你现在还不敢砍 你砍了 它中式还吃了 所以这个棋不行 如果王业飞一走炮九平五的话 对 估计赵电宇这个汉 就下来 估计够呛了 如果现在还有一种是这么堪 但人一个巧招 拿这个吃 你还是不能吃 你不能平 你平他这么蹬你 你要平边上来 他可能踩这个 这儿要填进去 你还得退鞠砍 然后他一沉底鞠 你就要麻烦了 你沉底鞠 你要是挡着 他打一僵 僵死了 对 所以这个棋 到处是杀 到处是杀 当然了 这个棋恐怕也是 由于时间的紧张 我觉得王业大可能是 看漏了哪 黑方平足 这也是一个巧招 对 我估计他以为这招能绝杀的 但是刚好不是 为什么 当你吃的时候 他可能以为 这能给 砍中式 吃了 结果这个炮正好手上 你僵不了 你僵打了 看这时候 这儿还有一个炮 对 所以我估计他这个地方 可能是有一个漏算 这可能跟时间紧张 有很大关系 那么下到这儿 那么小赵肯定是 十三名字 这时候 王业飞发现了 说坏了 这去做了 那没办法了 最炮一打 那么以下的招法 刀电雨下得非常的清晰了 完了 进鸡 一桌 这一杀就全吃光了 所以赶紧补试 杀相 赶快回来对鸡 对鸡 杀掉 吃掉 倒吗 完了 瓶炮 准备争取一些机会吧 进鸡 打姜 刀相 杀掉 抓 这也没有办法被牵死了 赶紧抽姜 吃掉 杀掉 进鸡将军 退市 这时候小江看清楚了 这个企业 居兵对居士 是必胜残局 而且还有两个兵呢 退居一吃 只有守住 只有守住 然后出令 完了不是 完了是 退居 退居 先打一僵 先打一僵 对 先打僵 然后一退居 不是退居 这样的 一吃一瓶 它先走的这个 先走的边足 然后不是 这时候充足的时候 平居 对 然后它打一僵 打一僵 然后退居 然后是打一僵 一退 退的居是 完了退到寻合 退到寻合 完了黑方 一叫士 它指士 打一僵 一退 再一桌 一僵 一补 一对冰 吃掉 然后再一杀僵 一补士 然后 再一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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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剑宇呢 也是赢得比较幸运 对 所以说 可能对四川队是一个 心理上的一个不小的打击 对 这盘对局呢 是由黑龙江的特级大师王琳娜 对阵浙江队的小将陈清廷的一盘对局 对 王琳娜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女子棋手 对 双方也是以飞向开局 对 飞向的攻攻 陈清廷应以过攻 左炮过攻 对 左炮过攻 嗯 那么陈清廷呢也是浙江队的一个新秀 嗯 这个也是实力不容小觑 嗯 187 出击 平二 祖四进一 祖七进一 冰七进一 看来这个成名棋手这个 对于小将来说喜欢搅斗一下功力啊 对 因为像王琳娜这样的棋手是经验非常丰富 他是想以自己丰富的这个经验 对棋盘的这个认识来在不战而屈人之兵 不要冒太大风险 因为小将的冲击力也是很可怕的 对 啊 平炮 G9平3 这个其实以往这个棋可以先飞个像 嗯 那么这盘棋呢 小将也是迅速出击 想展开这个对攻吧 嗯 但是呢王琳娜下的非常的稳健 嗯 冲兵 他不给你开通的机会 嗯 飞像 好 我把你解 嗯 下到这儿呢 那个正如刚才这个犹太大说的 嗯 老棋手跟小将斗比斗功力 他的目的呢 就是因为在这个小棋手的成长过程中的这个攻杀是他第一个要训练的 嗯 而这个对局面的认识恐怕是以后通过丰富的比赛经验来形成的积累的 嗯 所以在这个局面下呢 这个确实 下边这招黑方在出子的次序上就已经出现了些许问题 嗯 这个时候其实呃 稳健的下方还是应该跳个边吧 嗯 如果你出击他出击 嗯 这样呢 根据形式我或可对击 嗯 也许我可能还封局 反正这边大家这么吊着 嗯 我也不动 你也不动 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完了我这边的马还比你活 对 所以说这个棋呢 就是我保留这个 如果你抬局 我再跟你腰队 你不抬局我可能还抛尔进入风上 今后这是不是还有视角打你的种种手段 有点带敌而动的意味 对 你不抬局我不对局 对吧 那么呢这盘棋呢 当时是走的这个 二平三 哎 次序上是略有问题吧 嗯 那么出局 嗯 马而进一 嗯 下一步棋呢就下得非常的老的 嗯 这条线的对抗呢 现在黑方好像略微的占有上风了 对 好像便宜了 但是就在你觉得你有优势的时候 嗯 我这好像轻轻的得了一下 这好像给你卸了劲了 嗯 对吧 本身大家是顶着劲呢 对 我突然间我给你卸了劲了 你来吧 嗯 那这个时候黑的却有点尴尬 你不拱他过去了 对 但是你拱了吧 人家跑了 这个G杀过来 对 G把你牵住了 对 那么下到这呢 黑的子力显得有点略微低了 对 那么没办法还得对局啊 还得对局 对局吃点 嗯 杀点 对 那么现在红方盯给你 基本上子力阵型 红方已经就位 对 现在因为红方的这个居位比较高 对 比较高 黑居太低了 对 而且有点受牵 现在 那么赶紧 跑三件 他还想把阵型顶起来 对兵 王安娜也不着急 先把双马活跃 对 下到这呢 这个棋 确实是从初子速度 还有阵型上 都是红方明显领先了 对 实战中走的是G3平8 实际上这个棋呢 它可能要是 顽强一点 是不是能顶一顶 嗯 完了我赶紧把这棋长巡河 我别老在 二路 二路在那晃来晃去的 嗯 是不是 这棋的威力这么大 总是最起码是个巡河鞠吧 然后再把马跳起来 嗯 巩固阵型 可能 还有的下 虽然确实是 红方好下了 红方最起码跳起码来 可能能吃个冰什么的 嗯 但是这样可能能顶一顶 嗯 但是呢 这盘棋他没有这么选择 他选择了G3平8 继续在第二路游荡 而这个点 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向 对 那么红方 马就就班 红方就按部就班了 对 准备我就先踩个边兵 占点小便宜 哎 跳马 拖出去 马2进3 那么 炮6平7 炮6平7 嗯 干扰黑方的步阵 对 黑方平炮 嗯 嗯 红方 黑方还不平炮 好像这马跳起来 也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 对 他跳起来的 应该有马8进6 马8进7 是不是还有打你的手段 反正比较尴尬的气 所以他这时候可能先紧这个 嗯 他也不愿意让你压进去今后 那么这时候呢 红方G3 我觉得这这几步棋啊 王林大处理的确实挺好的 非常的老道 嗯 而且这招棋呢 给黑方出了个难题 嗯 嗯 你你到底敢不敢补这事 嗯 实战他没敢补 嗯 实战中呢 他是炮手平四打G了 但是露出了这个三路马的破绽 嗯 实际这个其实可以不是 不是 那他在担心什么 他可能是担心这个 嗯 这个确实不太好硬 嗯 做完这个 嗯 但实际这时候呢 就是呃 在非常局面下吧 红方 黑方可以采取一些非常威的手段 嗯 来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他 嗯 进鞠 按说这个位置不应该来 鞠不立险地 对我们看着很弦 啊 随时你跳跳马人的都是个闪鸡 但是现在不怕 因为你这个马在这 他一跳吧 我可以鞠八退二 腾螺 他跟你交换了 如果你要是退这个呢 嗯 先跑呢 嗯 他有可能啊 退个二路炮 那这样你就不能压我了 你不能压 压我炮二平三打 炮二平三打你吃 打掉这个把马吃了 一交换 阵型还都差不多 那黑的手盘核起吧 我想陈婷婷对这盘要求也不会太高 对 面临王琳娜这样的劲敌 这个相当 核起还是满意的 核起已经相当满意了 是的 确实实力上也还有差距 对 其实这么下呢 就是还有一些机会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如果你啊 拿这个炮来打的话 嗯 他还有一什么巧招啊 哎 登居 逼着你来捉霜 你捉霜的时候 他这是个先手 还是这一套 对 你吃饭我采完再吃这个 这个炮跟这个马是有关系的 嗯 所以他通过这样的巧招 好像都挺悬的 这个子儿 但是他晃来晃去的吧 哎 你还拿他没什么办法 对 所以这个呢 可能是 也是一个 算是危机处理的一种方法吧 嗯 但是呢 实战中他没有 找到这个方案 对 走的是 停泡一打 嗯 这样呢 确实露出了一个破绽 这一打 这马没就是去了 嗯 吐马 这是无奈 那么这个炮呢 又成为了人家的 攻击点 攻击点 这样王林大这子力啊 顺势而发 嗯 黑方已经非常被动了 炮四平八 炮四平八 先过来 闪一下 闪一下 准备底线透析 但是这是不允许的 嗯 平炮 他有炮八平三 八平三 你看他晃来晃去 他又回到这位置了 是 但是这个位置跟刚才已经截然不同了 对 好像黑方没有怎么走齐 黑方好像就只走了这一步 对 然后马也退回去了 变这儿了 这两个位置差不多 然后就没走齐 红方的籽全铺上去了 红方的籽 炮位马位全都变了 所以这个旗已经非常危险了 对 红方 马踩边境 就是要占便宜了 对 黑方打掉 红方打掉 现在这个旗啊非常尴尬 那黑马无处可去 对 子力真是难以发展 所以这个时候呢 黑方也 这年轻棋手就是不甘于这个寂寞嘛 嗯 说我得了 我反击吧 这个忍自心头一把刀 不好忍 不好忍 这个戒确实没法忍 你再忍他小兵过河他欺负你了 对 反正他东西多嘛 一点点欺负你 所以他干脆我就跟你一决雌雄了 那么那 跑气平炮 黑方平炮 他就是想来骚扰你 你这马不动 我那马不好出 对 是吧 那么打江 江 嗯 最像 最像以后呢 王琳娜一看这棋 他非常的老了 他也不躲马 为什么呢 这个棋你 你的位置太差了 而且我兵种好 你要换了的话 对换了剩两个马 而且你这马还出不来 是 所以呢 他就过兵就允许你换 对 那么 举八平四 嗯 我就是他也没有办法 先就做个防守吧 今后有机会 是不是不能把马上来 对局也好 怎么也好 削弱这个攻势 嗯 那么 红方 下边呢 王琳娜给我们展现了一个 非常精巧的攻击战术 江七进五 江七进五 嗯 提 哎 他送给你捉双的机会 嗯 这招棋非常的精 他并不是说一般的棋手 哎 我踩个足吧 对 我这棋也挺好 但是王琳娜这时候 哎 走了一个非常巧的招 嗯 踩双 哎 不是 捉双 让你捉双 让你捉双 然后他马八 马八退六 那么一眼看去 这不是丢子了吗 对 这个棋呢 好像是确实丢子了 嗯 但是呢 他可以先棋后取 他退居一桌炮 嗯 现在这个棋 黑方如果逃炮 不是我乘个底炮 嗯 他只要一捉马 就吃回一子 对 这马你这老将还得逃跑 逃跑的过程中呢 可能这兵啊什么象啊 就都丢了 嗯 所以这个棋 当退居捉炮的时候 黑方呢很明白 很明白这个事情 他一看这个棋不行 这个马太厉害了 嗯 他呢就气还了 当场就气还了 嗯 那么红方吃掉 黑方平居一桌 那么平居一桌呢 马钻进去 嗯 黑方一跳 下到这呢 红方优势非常的巨大 但是呢 王林达到这时候可能优势 一时太太强了 嗯 他实际平居拱签马 就应该很轻松了 嗯 对吧 可能跟最后结果差不多 嗯 但是呢 他呢这时候 鸡九平八有点劫外生枝 嗯 实战中呢 这个陈金平忽略了 忽略了他的攻杀手段 退马了 实际这个时候应该捉马 对 你只有这马没这跑 只有交换 交换 交换再吃 他再把兵看上 这个棋发展下去 红方取胜的可能性 还是非常的大 对 但是呢 至少多两兵 毕竟现在你只多一个 嗯 是不是 以后这两个兵到底怎么处理呢 还不明朗 嗯 所以说虽然这棋红的还是有机会 很好的局面 但是呃 恐怕就还有一些周折 稍微增加了 增加了一些呃 不确定的因素吧 对 因为他但是他实战中那样下 几乎就没有给红方难度了 哎 结果呢 陈金平也没有发现王林达的这个攻击的巧招 是 退马 哎 这是一个 一将 一退 到马一进 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战友 对 这时候杀齐了 啊 我想观众朋友们也看到了这招巧招 嗯 弃马 现将 这个下到这呢 这个陈金平直接就认负了 就认负了 因为这个棋肯定不能下去 这下棋一将你只有垫马呢 白吃一个 对 还是杀招 是 如果你要上来呢 他有多种下方 一种是最简单的 我把具一吃你就认了吧 是吧 还有一种呢 追求一点的呢 是走这个 嗯 然后再捉这个嘛 嗯 这也不行了 就是一个绝杀了 对 所以这个棋下到这呢 嗯 就 认输了 对 陈金平认输了 对 这两位这个老将 都是采用的飞向局 对 只不过王琳娜呢 她的对手呢 陈青廷好像应对的不够老练 不够老练 本来还有一些更顽强的机会 对 嗯 好 那这盘机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